还随汪漫画1111画的高清全图已经更新 本画标题为《太阳之盾》 剧情依旧紧接上一画的内容 大量无老星七岁屏障并且恢复好自己的身体后 处于地面上的圣平刚好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感慨出对方的霸气实在是太强大了 之后他便立马朝索隆奔去准备带对方逃走 但索隆看到陆琪摸放自己依旧不肯倒下后 他准备继续捕到试图让对方彻底倒下 这时候圣平赶忙拦住索隆并说他已经赢了 之后使用了一招于人空手道后 周上的陆琪立马被冲击波打飞了出去 陆琪落地恢复到人形态时大量无老星也刚好飞了过来 他询问陆琪约克究竟在哪里 陆琪至今了几秒钟后立马回答说约克在四楼的司令室 刚刚逃走的那两个人则是索隆胜逐 基于草猫一伙和贝加庞克的分身军在研究层当中 另外85名CP谍报人员以及四个赤坚士则在地下 最后距离贝加庞克公布世界真相还有六分钟的时间 听完罗布陆琪的一番精彩会报告 大娘吴老星满意地离开了 在他离开支持陆琪赶忙替自己的同伴进行了囚情 他说他的搭档卡夫还在司令室当中 希望吴老星能够放过他的伙伴 吴老星听后不屑一顾表示说虫子的性命他根本不在了 当镜头切换到草猫陆菲这边的时候 巨人们立马开始说起来了尼卡的事情 他们说陆菲现如今变得和艾尔巴夫的神异母一样了 陆菲听后则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一番续续过后 多利立马追响了特对的号角 巨人们收到信号后随即也准备离开 野猪吴老星见此情况后 立马发出了警告使用了霸王寺袍箱 巨人们用盾牌给防御住了 陆菲的眼镜头发甚至是伤发则被吹飞了出去 但是几秒过后陆菲立马恢复到了完整如初的状态 见到自己的攻击起不了多大作用后 野猪吴老星随即旋转自己的身体 试图用疗牙攻击 这时候多利不洛西轻轻松松扛下了对方的攻击 并且一个反击就把野猪吴老星打飞了出去 见到同伴被打倒后 土星立马开始朝着他们吐起来了炸弹 尼卡路菲慌忙拔了一棵树后 立马将其啃成了棒球棒 之后粉刷上颜色并给自己创造了一柄帽子后 他随即将炸弹返还给了对方 然而吴老星们挨了炸弹的攻击后 却并未就此倒下 陆飞见死情况后立马向东立不洛西解释说 他们是不死之身 不管怎么打他们都会再次复活 现如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逃跑 在陆飞巨人开始逃跑之时 莫尼这边则被等候多时的海军东将给拦住了 与此同时大娘吴老星已经成功找到约克 但约克因为没有见过吴老星真正的模样 开始大吼大叫 另外一边海军士兵们则准备帮黄元疗伤 黄元说他的身上确实有一道很深的伤口 但是他现如今只想安静地休息一会 最后岛内的巨大古代机器人已经完全苏醒 他一边移动一边还道歉说乔一波一对不起 以上就是海贼王漫画1111话的大致内容 总体来说本画貌似又属于过渡的一幅 被加旁哥的世界真相依旧还是没公布出来 罗布鲁奇虽然输掉了战斗 但是伟田老师却安排他像是索龙白胡子那样 用战略的姿态输掉了战斗 这样读出的待遇明显别有用心 此举肯定是因为有观众讨论战略问题 惹怒了伟田老师 在百兽海贼团全员都没有生TG型火焰云的情况下 作为动物系恶魔伙食的陆琪 第一个觉醒了Z的恶魔伙食 伟田老师绕过百兽海贼团也要对陆琪进行实施机加强 可见之前确确实实是有观众说了陆琪的坏话 另外单头岛篇章中陆琪的戏份确实多得离比 几乎将近70%的剧情都给到了他 为了塑造他其余的草帽团成员几乎没了戏份 这也是因为多年前访谈中伟田老师说起陆琪的事情后 大伙貌似对他再次登场的呼声都很高 而后伟田老师自己也有想让陆琪再次登场的想法 不然剧场版中我们看到了 罗布陆琪确实再次登场了 并且他面对吃犬的时候 也口出光言完全不给对方面目 可见伟田老师对于这个角色确实是非常喜爱 两者相见和后最终就导致陆琪被加强后获得了巨量的戏份 这样的话就可让观众直观地感觉到陆琪确实很强大 并且给予其大量戏份的同时也会让其收获一大堆的粉丝 然而陆琪强不强再且不做讨论 他能不能收获到一大批粉丝也不太清楚 但最将亡者的称号绝对是非他莫属 紧接着就是巨人们大战吴老星的精彩表现 吴老星虽然拥有着强大的恢复能力 但他们的逼格却不会因此得到一点点的提升 原因便是警卫们早已领先版本展现了这项能力 除此之外三哥再次跟随版本获得了史诗级加强 至于加强到了哪种程度之后我们再慢慢讨论 最后从古代机器人苏醒并给乔一波一道歉的剧情 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罗杰找到了所谓的大逆宝 但他就是得不到大逆宝 归根结底还是他本人不是乔一波一所导致的 活了千年的巷主在大海上溜达了上千年 一模无老星管不了他其他海贼也奈何不了他 但是尼卡出现后他就立马飞奔赶了过来 并且毕恭毕敬地说了一句乔一波一少爷你终于回来了 九百年前被制造出来的巨大古代机器人 成为精才的贝加庞哥研究了一辈子也无法将其启动 但是尼卡出现后巨大古代机器人立马自动复活了 之后他也得毕恭毕敬地说上一句乔一波一少爷对不起 由此可见大海上面的都是留给乔一波一的玩具 这些玩具的话除了乔一波一的话别人压根就用不了 因此大秘宝的话大概率也是专属于乔一波一的 罗杰一看大秘宝只有乔一波一找到了有用 别人找到了没有婚礼马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因此他才说这是一个天大的玩笑 紧接着他还说想和乔一波一同处一个时代 估计也是想用版转狠狠拍一下这个喜欢开玩笑的家伙 好了本期的胡扯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我们下期再见